主内弟兄姐妹们 大家尽早晨平安 我们预备心 开始尽早晨的主日崇拜 请众力 我们同来唱 上主在圣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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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国的人当书籍 万国的人在祖前当书籍 当书籍在祖前当书籍 那我们预备自己 安静片刻在主的面前 请听神的话 前帝应当向耶和华欢呼 应当欢欢喜喜 师奉耶和华 欢唱着到他的面前 要知道耶和华是神 他创造了我们 我们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子民 也是他草藏上的羊 应当充满感恩 进入他的殿门 满口赞美 进入他的院子 要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 本是美善的 他的慈爱 纯到永远 他的信实 直到万代 下面我们来 同行来做个祷告 我们的父神 我们的主 你的恩惠 与平安 临到我们 经常我们要 仰望你 亲近你 如保罗想起 菲律比信徒 以前共度的日子 经常怀着感恩的心 常常在心里的纪念 在我们中间 已开始美善的工作 使我们有份 必成全你的事 因着你 我们才得以 洁净来朝见你 也愿主 恩告你的仆人 于归心传道 所为我们分享的 在千勉中 更认识你 祷告奉靠主耶稣 基督圣明所求的 阿们 我们一同来读 使徒信经 来坚定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同真理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先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以这首诗歌 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 有福的切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塑满我心 时刻仰望着 尽心灯火 无足的祈祷 当初了你 只是我心里 我将我唱 赞美我永远 心里温战 从我祝祀来 殷送祖恩 赞美我求俗 守夜不分 向我们把以下赞美时间 交给和树林姐妹来带领 弟兄姐妹 祝日平安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 满有主的恩惠 让我们一起带着一颗愉快的心 一起来来歌颂赞美主 让我们一起拍一首 和新年初新年 新年大年连年 和从身上催人相悠念 和新年初新年 新年大年连年 墙远 和新年祝新年 新年到主恩典 愿大家都快乐过新年 和新年祝新年 新年到主恩典 痛快心痛送愿主恩典 和上往世祖的亲生的爱灵 千万从今是否跟一切 和新年祝新年 新年到主恩典 愿大家新客出帮恩典 愿大家新客出帮恩典 是的 愿大家新客出帮恩典 是的 愿大家新客出帮恩典 是的 愿大家新客出帮恩典 让我们一起来唱第二首诗歌 把冷漠变成爱 你的眼 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 你的心 是否被太多繁杂的事物抱说 Jeg感觉着我 照顾问我 beach of the delta 这世的灵魂 我从什么都是 你的灵魂 energy of my heart 保存这个弄 永远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他的眼看世界 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食物迷惑 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扎的食物迷惑 分些关怀的脚脏身上的灵魂 分些爱给那些不欺人的面孔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他的眼看世界 以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他的眼看世界 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他的眼看世界 以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以基督的心为心 以他的眼看世界 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实在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我神真伟大 让我们带着一颗祷告的心 一起来称颂主 祝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祝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祝你们有荣华 全体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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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真伟大 现在永在尊王 现在永在尊王 曾经世到永远 你从不曾改变 永存在天地间 一世善意尊神 父子与生灵 尊神的教养 全能神教养 我神神为的 感送你生命 神为的 全体都看见 我神神为的 你只剩存命 黑手的残灭 全心歌颂我神神为的 你只剩存命 回首的三杯 全心歌颂我神神为的 我神神为的 我神神为的 全体都看见 全体都看见 我神神为的 是的 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 祂为了我们 舍弃祂自己 在十字架上 为了挽回我们 所犯下的罪 主啊 我们带这颗感恩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唱 诗歌来赞美你 在这新的一年 我们依然要依靠你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 感谢你保守我们 在过去的一年 如此的 爱护着我们 既然我们面对 许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依然能够 站立的稳 我们依然带着 一个健康的身体 和到神你的脚前 主耶稣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我们知道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 我们都配不上 主耶稣 你这般的恩典 主耶稣 我们求你的灵 继续我们同在 在这新的一年 继续的带领我们 走向前面的道路 让我们越来越像你 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像基督 祷告 是奉靠 救主耶稣的名 所祈求的 Amen 神尾的 感受你生命 神尾的 全体都感觉 神尾的 我神尾的 我神尾的 感受你生命 神尾的 全体都看见 我神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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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颂你生命 神尾的 全体都看见 我神尾的 使了我神尊 伟大 愿一切尊贵荣耀 都归给我们的 父神 Amen 现在我们一同来看 今天的 真道经文 在 非利比书 二章一到 十八节 所以你们 在基督里 若有什么 鼓励 有什么 爱心的 安慰 有什么 灵力的 气通 有什么 慈悲 和怜悯 就应当 有同样的 思想 同样的 爱心 要心智 相同 思想一致 使我充满 喜乐 不要自私自利 也不要贪图 虚荣 只要谦卑 看别人 比自己强 个人 不要 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 顾别人的事 你们 应当 有这样的 思想 这也是 基督 耶稣的 思想 他本来 有神的 形象 却不坚持 自己 以神 平等的 地位 反而 导空自己 其人 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竟然有人的样子 就自甘 卑微 顺服 自死 而且死在 十字架上 因此 神把他 升为 至高 并且 赐给他 超过 万民之上的名 使天上 地上 和地底下的 一切 因着 耶稣的名 都要 七七 并且 口里 承认耶稣基督 为主 使荣耀 归给 父神 这样看来 我所亲爱的 你们 述来 是顺服的 就应当 恐惧 战兢 地 做成 自己的救恩 神为了 成全 自己的美意 就在 你们里面 动工 使你们 可以 立志 和行事 无论 做什么 都不要 发言言 起争论 好使你们 无可止在 纯真 无邪 在这 弯曲 怪妙的 世代中 做神 没有 瑕疵的 儿女 你们 要在 这世代中 发光 好像 天上的 光体一样 把生命的 道 显扬 出来 使我在 基督的日子 可以夸耀 我没有空袍 也没有 徒劳 即使把我 焦点在 你们信心 和记物 和 供奉上 我也喜乐 并且 和你们 大家 一同 喜乐 照样 你们 也要 喜乐 并且 要和 我 一同 喜乐 愿神的话 在我们的 身上 完成 祂的旨意 今天我们高兴 由于贵心 传道 这次来到我们当中 传达神的话语 他是 马来西亚 大学科学院 物理系学士 永平独钟 任教前后 有15年 马来西亚 神学院 道学硕士 西加末 长老会 幕会7年 现任 马来西亚 长老会 南部区会 社区关怀主席 大会 无强教会 家庭 事工 主 主言 马来西亚 动员 力量 中文部 开洛 课程 总筹 及 培训师 他今天 所要 带来的 正道题目是 基督 是我的主 各位弟兄姐妹们 平安 我们很快的 发现到时间 一个月又过去了 再三个月 与弟兄姐妹 一起的见面 一起的来敬拜 一起的来 聆听神的话 思想神的道 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的见面 所以我想 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 从祂的话语里面 来明白祂的心意 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以至于给我们 指引 弟兄姐妹 我们在 开始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的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打开你的话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圣灵 匆忙我们 关照我们 将你的话语 赐给我们 使我们从你的道德里面 明白你的心意 以至于我们 信而遵行的时候 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主啊 今天我们要在 思想 你的话语 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的主权 有多少 以至于我们在 你面前 圣灵 关照 引导之下 使我们更加的贴近 你的心意 更加的活出 你的道 我们向你 祷告 交托 是奉靠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 我想今天 我们要一起来 来思考 这一个的题目 就是基督 是我的主吗 基督 是我的主吗 今天我们会从 菲律比书二章 一到 十八节 一起来思考 这一个的话题 好像 主席 替我们读了 这一段 十八节的经文 所以呢 我这里 我们就不会再 重读这一段的经文 但是 我们会在 这一段的经文 里面呢 我们会把它 分成几个段落 我想也把 今天我们的 讲道的大纲 分成五个的段落 所以我们将 从这一段的经文 里面来思考 这五个段落 第一个的段落呢 就是我们会从 第一节到 第四节 来思考 分门 接打 就是一个基督徒的 生命的里面 假如我们是以 耶稣基督成为 我们的主 我们以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生命的 主宰的时候 我们是否 有什么 有什么的尺寸 能够让我们知道 基督是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主呢 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 会让我们看见 保罗对 菲律比教会的教导 就是 不可分门接打 所以第一段呢 就是分门接打 接打 就是第一到第四节 然后第二段呢 就是 保罗以耶稣基督 成为这一个 信息的一个 教导和方例 就是在第五节 到第十一节 然后第三段呢 就是保罗 就做一个的 小小的总结 是从第十二节 到第十四节 然后 在 第十五节 到第十六节的 上半段呢 保罗说 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 我们把 这一个的真理 活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会成为一位 怎样的基督徒 所以成果 最后一段呢 就是 保罗作为 菲律比教会的牧者 他的一颗的牧者的心 与菲律比的教会 这个他们所活出来的 这个生命 对他来讲 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所以我想 这个是一个牧者的 一个心怀 所以我们会从 这五段的课题 来思考 今天的 这个题目 首先我们要来看 在菲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 有出现两个字 就是 所以 所以 这两个字呢 所以我们都知道 所以 这是属于连接 连接词 连接词呢 就是说它跟前面 是有密切的关系 前面是原因 接下来 所以过后要谈的 就是结果 因为 所以 所以我想呢 对我们来讲 让我们进入 这一个的信息的传讲之前 对前面第一章 菲律比书第一章 所要传讲的信息呢 我们必须要有 更清楚的了解 以至于我们才能够 继续走下去 在第二章的里面 所以 所以 这一个呢 我们就要从上文 就是第一章来思考 所以我们从第一章 菲律比书第一章 第三到第三十节的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见 原来保罗在这 28节的里面 保罗他其实是在 跟菲律比的教会 强调 耶稣基督是他的主 耶稣基督是保罗的主 是生命的主宰 因此呢 他就在第一章的里面 他就分成几个段落 来表达 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宰 以他怎样活出 这一个 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 所以第一个呢 保罗在第三节到 第十一节里面 有讲到 就是他 切切的想念教会 其实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保罗的内心里面 很不切的想念 耶稣基督的教会 所以一个基督徒 若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以 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其实我们常常会想念 会怀念 是渴望与主的教会 能够相见的 所以呢 这个是切切的想念教会 第二呢 保罗怎样表达 他以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宰呢 在第十二节 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如此说 他不怕苦难 他只为了耶稣基督 所以呢 一个以基督为生命的主宰 的基督徒呢 他是不会 不会害怕为主受苦的 所以呢 我想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保罗他 他有提到 不管动机如何 有些人传福音 是为了爱主 有些人传福音 是为了自私的意念 私心 有私心而传福音 为了竞争而传福音 但是保罗说 只求基督被传开 所以呢 对我们来讲呢 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被传开 有更多的人听见 有更多的人归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我们的内心里面会有一种的喜乐 这个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的一个第三个表现 那么保罗提出第四个他以基督为生命的主是怎样的表现呢 就是无论他是生 无论他是死 他都要让基督在他的身上显大 彰显出基督的荣美 所以他活是为基督而活 他死也为基督而死 所以呢 这个是无论是生 无论是死 都是为基督而活 所以呢 第五 保罗提出来一个以他自己的生命里面 以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宰呢 他所活着的 是为着教会得到益处 他说他 渴望 离开这个世间 与耶稣基督 同在 但是呢 当他讲到教会的需要 讲到菲律比教会的需要的时候呢 他觉得 他留在这个世间 为了教会的益处 更是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 一个以基督为生命的主宰 的人呢 的信徒 圣徒呢 会有什么的表现 其实保罗在 第一章 就已经提出了 五种的表现 为什么保罗在第一章 就要提出这个 以耶稣基督 他自己个人的生命的里面 以基督为他的主 说有的五方面的表现呢 其实 保罗 提出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 是为了 第二章 要写给 菲律比教会 提到菲律比教会的问题 所以弟兄姐妹 在 第一章的最后一段 就是 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 就显得更重要 因为 当来到 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 第一章的时候呢 保罗特别提到 菲律比教会 面对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干事 提到 菲律比教会 面对四方面的问题 所以呢 我想 我们 就要从 二十七节到三十节 更详细的来看 菲律比的教会 到底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以至于 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 就开始提出这些问题 并且提出 怎样解决 所以我想 这一个 这一段的经文 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 就显得非常 非常的重要 好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一段的经文 第一章 二十七到三十节 保罗如此说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叫我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那里 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 站立得稳 为所幸的福音 齐心努力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是证明他们沉沦 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幸福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你们的征战 就与你们在我身上 从前所看见 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所以保罗其实在 在进入第二章的 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之前 其实这一段的 短短的世界的经文 就已经把整个腓立比教会 所面对到的问题 用大干事的提出来 总归一句话 腓立比教会面对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 不详称 他们行事为人 与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不详称 因此保罗在第一章27节说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所以这是 腓立比教会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分成四个种类 第一个种类就是 他们 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里面 分门接担 以至于他们没有同一个的心智 所以在27节说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 所以呢 这个呢 是讲到他们在 人与人之间 人际关系上 在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上 他们没有同一个的心智 就是他们不同心 第二 他们在信仰上 因为不同心 而战力不稳 怎样讲呢 保罗在三章第二节有提到 要他们防备犬类 犬类 诸恶的万之行割礼的 所以呢 这里是讲到 谁呢 要防备那一些 教导行割礼的法利塞人 行割礼的法利塞人 可能他们也是基督徒 所以呢 保罗在这里 要他们 菲律比的教会在信仰上 要战力的稳 这个在第三章第二节就有提到了 然后呢 保罗也同时呢 在第四章提到了 教会里面的两个领袖 叫有阿爹跟寻不基 他们两个呢 彼此为敌 甚至可以说是彼此不同心 所以呢 这是保罗对这个教会的责备和提醒 所以呢 这个战力的稳呢 其实也包括了第一点就是他们要不同心 他们不同心不合一 没有同一个的心思 没有一个的意念 所以这一个呢 待会儿在第二章就 讲得更加的详细和完整 然后第三个这个教会面对的第三个问题的就是敌人的惊吓 这个在第二十八节有提到敌人的惊吓 然后呢 第四个这个教会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为基督受苦 这个在第三十节里面讲到你们的争战 也就是说呢 他们啊 他面对了 面对了逼迫 面对了逼迫 所以保罗写信给菲利比的教会 他在这一个 这一章 二十七到三十节的里面 他就提出了这个教会面对四方面的问题 我想 总的来说呢 这个教会面对的是内忧与外患 内在面对了人际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姐妹不合一 并且呢 分门戒胆 然后第二呢 这个教会呢 他们面对外在的一些的外患 包括了敌人的惊吓 也包括了面对逼迫 所以呢 教会面对了这些问题 那么呢 今天我们要思考了这个第二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呢 其实是属于教会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同有一个的心智 同有一个的心智 好 这样我们就开始进入 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 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八节里面所说的 刚才我已经把分类 很清楚的一段一段的告诉你们 今天现在呢 我就把它做简短的 把它这边列出来 所以第一段呢 就是分门戒胆的问题 菲律比特教会 第二 保罗用耶稣基督的榜样 来提醒菲律比特教会 要向耶稣基督学习 然后 第三呢 保罗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以至于提醒了他们 当我们顺服神的真理 活出同心刻意 彼此相爱的生活呢 就有什么样的成果 以至于后来 保罗表达了他的牧者心 然后最后我会把这个下文 做一个的交代 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 保罗的教导 基督若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若是是我们的主 保罗就说 不可分门戒胆 也不可彼此不同心 所以在这个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就有讲到什么 分门戒胆 所以在第三节有讲到不可戒胆 凡事不可戒胆 所以这个是整个世界的经文里面的中心的主题 不可戒胆 所以呢分门戒胆是菲律比教会的问题 那么分门戒胆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有两个的特征 第一个的特征就是心思意念不同 第二姐妹彼此里面的心思意念不同 怎样讲心思意念不同呢 是不是意见不同 其实不是意见不同 而是什么呢 而是他们有些人是围绕自己的 围绕自己自私自利 待会我们会提到 围绕一种的骄傲 内心的骄傲 而彼此的相不相的排斥 甚至产生了不同的胆别 所以呢 这种的是要心思意念不同 为个人的利益 为个人的好处 为个人的骄傲 为个人的荣耀 身份地位权利 以至于他们分门戒胆 所以呢 分门戒胆的其中一个的特征就是 他们的心思意念 围绕谁是不一样的 要怎样能够心思意念相同 其实大家的心思意念是围绕耶稣基督的荣耀 为了神的名被告举 这个就是同有一个的心思意念 所以呢 分门戒胆的第一个特征就是 大家都为自己打算 大家都为自己着想 大家都为自己的名利 身份地位来做打算 这个就是心思意念不同 第二 分门戒胆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爱心不同 爱心不同 什么叫爱心不同呢 因为我是属于支持这个长老的 我是属于支持这个牧师的 那么我们就对这个长老 就对这个牧师呢 就有特别的偏爱 意思就是说 很容易产生偏心 偏心 所以呢 这里讲的爱心不同呢 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分门戒胆 而带来的那种偏爱 偏爱 以至于这个成为分门戒胆的特征 然后保罗也在这段经文里面 教导什么呢 为什么会产生分门戒胆呢 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第三节里面有提到 就是贪图虚伏的荣耀 贪图虚伏的荣耀 什么叫贪图虚伏的荣耀呢 每个人都要抓权 每个人都要做老大 每个人都想要 做支配别人的工作 所以呢 我不服你 你不服我 为什么 因为我是长老 因为我是牧师 我是主任牧师 我是传道 我是主任传道 我是教会的长老 所以呢 这一个教会 弗里比的教会呢 他们的教会的领袖 贪图虚伏的荣耀 贪图 强调 仅仅的 要握住 他们的身份 他们地位 他们的权利 所以第三节说什么呢 不可贪图虚伏的荣耀 所以呢 这一个是分门戒胆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造成分门戒胆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内心的骄傲 保罗说只要纯心谦卑 纯心谦卑 也就是说呢 不谦卑 腓里比的教会是不谦卑 他们不谦卑其实就是骄傲的意思 所以呢 一种的内心的骄傲 我不服你 你不服我 因此呢 就分门戒胆 那么呢 在保罗这里就讲的更详细一点 他说 什么叫纯心谦卑 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谦卑的意思是什么 我看你 比我优秀 我看你 比我强 你的恩赐 比我好 所以呢 我们看的是人家的优点 而不是 看人家的缺点 甚至呢 不服人家 要把人家压下去 所以呢 谦卑是有意思 我降卑我自己 我看你 比我强 然后我也欣赏你 我认同你 比我强 所以呢 这一种呢 其实反过来就是内心的骄傲 内心的骄傲是什么呢 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弱 看自己比别人强 也就是说眼里瞧不起人家 所以呢 这个就是分门戒胆的第二个原因 是内心的骄傲 第三 分门戒胆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内心的自私 当顾自己的事 所以保罗在第四节也提到说什么呢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所以单单顾自己的事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私啦 就是 我 人不为己 天诸地灭 我只关心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只关心我要追求的东西 那么对其他的 对耶稣基督的教会的合议 对耶稣基督的教会的希望 我完全不在乎 我只要我自己得到信望 我只要我自己得到人家的尊崇 我只要我自己被很多人支持 这个其实单顾自私的事 这个就是自私的 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 就提醒了费力比的教会 他们的分门戒胆 有三个的原因 第一个 贪图虚佛的荣耀 第二个 内心的骄傲 第三个 内心的自私 所以 严姐妹 我想 在教会的里面 今天的教会也同样面对这个问题 尤其是这个时代 是属于人际关系 个人主义的时代 所以个人主义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扶你 我的知识高 我可能是大学的文凭 我可能是硕士的文凭 我可能是大学的教授 我可能是博士 等等 教会的牧者 可能只是一个的 学士的学位 所以严姐妹 在今天这个时代 强调学位 强调文凭 强调身份 强调地位 的这个时代 甚至强调金钱 就是代表一切 所以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呢 我们很难服人家 我们都需要透过外在的这些东西 让自己被专事到很有自信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 不同行 分门皆党 彼此不服彼此 其实呢 中国人有一句话也提到 文人互相看清 我们都是有学问的人 我们看清你看清我 彼此看清来看清去 这个是一种内心的骄傲 而内心的知识 和贪图虚风的荣耀 所以保罗在这里 提醒腓立比的教会 分门接党 是来自于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所以呢 接下来呢 在第二段的时候 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保罗就以耶稣基督成为一个 菲律比教会去反省 跟学习的一个榜样 所以在第五节保罗就提到说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也就是说保罗要 菲律比教会的信徒 学习去思考 耶稣基督是怎样思考的 耶稣的心是怎样的一颗心 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心 所以接下来他就提到什么呢 耶稣基督他的心思是虚极的心思 第一 他提到耶稣基督不坚持原有的地位跟权利 不坚持原有的地位和权利 在第六节里面讲到什么呢 第六节说他本有 耶稣基督本来有 他本来就有了 什么呢 神的形象 哇这个是一个很崇高很荣耀的 对吗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所以这个是一种拥有的原有的地位和权利 在接下来讲得更清楚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强夺是什么意思 强夺就是紧紧抓住 不舍得放开 这个就是争权夺利 要抓权 要抓权 所以呢 保罗告诉腓立比的信徒 耶稣基督他有神的形象 而且他跟父上帝是同等的 但是 耶稣基督他并没有紧紧抓住这一种的同等的权利 没有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 紧紧要抓住 不舍得放开 你看 所以呢 保罗呢 就以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的地位跟权利 耶稣基督怎样来看身份地位和权利 耶稣基督并没有紧紧的抓住 不舍得放开 其实呢 就在提示 腓立比的教会 这些分门借党的人 他们抓住权利 追求权利 不舍得放开 从耶稣基督的身上 是可以学习这一种的心思的 然后第二 在这里呢 其实呢 就是在就是在 针对刚才我们所说的分门借党的第一个的原因 就是贪图惜福的荣耀 就是贪图身份地位名利权利 耶稣基督是没有贪图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然后第二呢 保罗他提醒腓立比的信徒 从耶稣基督身上来学习什么呢 就是自我降卑 不单单是不坚持 不抓住那个的权利地位 他还愿意自我降卑 选择成为人 所以在第七节讲到 取的奴仆的形象 取是什么意思 取就是选择 耶稣基督 他不跟上帝 他不要 不要紧紧抓住权利不犯 不单是这样 他还选择 选择把自己降卑 降卑自己 选择了奴仆的形象 本来有很崇高的形象 但是他选择了奴仆的形象 什么形象 就是人的样式 人的样式 所以我想这是一种的选择 所以耶稣基督 他不单单是放弃了 天上的荣华富贵 身份地位权利 他还做了一个选择 选择了愿意做奴仆 仆人的一种的样式 去服侍人类 所以我想这个是保罗 要叫菲律比的信徒 跟耶稣基督学习的第二点 这一点其实是针对了分门戒胆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内心的骄傲 因为骄傲的反应词就是谦卑 降卑自己 放下自己的身段 去服侍对方 其实父母亲就有这样子的一种的生命 通常父母亲有这种生命 因为父母亲是做爸爸做妈妈的 一个孩子小小 我们去服侍他 我们好像做仆人这样子服侍我们的孩子 但孩子生病的时候 晚上几点要吃药 我们放闹钟几点要起来为孩子吃药 然后呢 孩子还要晚上几点还要起来 凉凉孩子的温度也没有发伤 我们就好像做一个仆人的这样子 来服侍我们的孩子 所以同样的 今天保罗要教会 也一样的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地位在教会里面越高 保罗越要我们 以奴仆的一种的形式来服侍对方 服侍弟兄姐妹 所以呢这个就是 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了 谦卑 选择 降卑我们的身份 来服侍比我们更低为 在位置上 在地位上 在权力上 比我们更低为的弟兄姐妹 所以呢 做牧师 做长老 做传道的 我们更应该要服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 我们应该要赚 降卑我们自己 而不是说 我是谁 我这么有钱 我在公司里面又是什么的身份 又是老板 又是总裁 我底下有很多的员工 可能我在教会里面 我是长老 我是传道 我是牧师 我是博士学位 我是硕士学位 我可能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我们不愿意去服侍教会的子体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保罗提醒菲律比教会的 跟耶稣基督学习的反面 第三 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 不跟神同等为强夺 紧抓不放 他也不单单降卑成为人 取了奴仆的这个样式 他更加的 纯行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他更加的愿意自愿 所以弟兄姐妹 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 在我们里面做主的基督徒 我们是不坚持身份 地位名利权利的 我们是愿意降卑自己来服侍 比我们更低微的人 我们愿意 更愿意心甘情愿的顺服 甚至为他们牺牲一切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从 耶稣基督身上所学习到的功课 在 经文里面讲到死在十字架上 其实十字架就是一种咒诅的记号 咒诅的记号 所以你看一个 一个在 朋友神的形象 与神同等的耶稣基督 他不单是可以放弃 他也可以选择过卑微 不单单是卑微 甚至可以围绕这些人类 要拯救这些人类 而很咒诅的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已经成为菲利比的教会 也成为今天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肢体 甚至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反省 和学习的榜样 所以呢这一点呢 其实也针对了和门戒党的第三个原因 就是自私自利 当顾自己的事 所以耶稣基督 他为什么而死 其实是围绕我们这一些的罪人 要拯救我们这些的罪人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就讲到教会要合一 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 我们活出了 这三样耶稣基督的榜样 好 所以呢在接下来呢 保罗就更进一步的交代 升高的属灵原则 你看在教会里面 本来贪图续佛 人家就是要追求 要紧紧抓 用自己的方法 透过分门戒党 来抓住权力 抓住地位 然后彼此的敌对 彼此的排斥 但是呢 保罗在这里告诉了一个属灵的原则 凡要至高的 必降为卑 凡降卑的 必升为高 这个原则 是属灵的原则 所以第九节说 所以神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超乎万民至上的名 所以在这里呢 把他升到最高 耶稣基督愿意降到最低 但是上帝因此呢 把他升到最高 而且呢 也把名分支给他 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 叫一切所有的 因为耶稣基督的名 无不屈膝 在他的面前归拜 然后呢 甚至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所以弟姐妹 这个就是一种的升高的原则 耶稣基督的降卑 以至于他最后被升为高 所以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这一些的 这一些的领袖们 包括腐力比的教会 包括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 真的要以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榜样 我们降卑我们自己 上帝就叫我们升高 所以我想这个属灵的原则 非常重要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 叫我们的父神 得到最大的荣耀 所以呢 分门借党 是亏损神的荣耀 分门借党 是一种的罪性 亏损神的荣耀 当我们愿意 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 圣经说 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 保罗接下来呢 就开始做一个总结 小小的总结 所以在第十二节 这句话就说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的意思就是说 他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所以呢 保罗做些什么总结呢 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 要做成得救的功夫 我想这一句话呢 可能我们就很难明白 保罗为什么说 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要有以下的步骤 首先我们是要解决 什么叫做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他的意思的意思不是说 我们要透过这种的 彼此的同行和一 透过的顺服 透过彼此的谦卑 透过这种的放下自我中心 来得到救恩 不是 领受救恩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蒙神拯救 但是在这里 为什么保罗说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 因为这句话的意思 其实就是 要我们的行事为人 就是外在的行为 外在的行为 与敌人姐妹的同行和一 还有对外在的这些的行为呢 跟我们得救 所信的得救的福音 要想称 要想称 所以我们的得救 是本福恩也因着信 但是呢 这个恩典和这个信 是看不见的 所以外在的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行为 把这个看得见的东西 把它彰显出来 所以呢 这个就好像耶稣基督说 你们要悔改 与你们所信的 相称 你们要回转 要悔改 与你们所信的福音相称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就告诉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们因为信耶稣基督得救 但是呢 你们在得救的 信耶稣的里面 你要有活出生命的活子 要接触生命的活子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显得非常重要 讲到行事为人 行事为人 与得救的福音相称 所以呢 行事为人是外在的 看得见的 得救的福音 你得救 你看不见的 我们相信是有 但是我们看不见 那么用什么来证明 用你的行为来证明 你所信的福音 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 就强调了基督教很重视的两件事情 第一 你的信 第二 你的行为 信 我们信 主得救 我们 信了过后 以行为来证明 我们所信的 是真心相信的 所以在这里 就显得行为 非常的重要 行为不能够叫我们得救 但是行为是印证 我们所信的 是真正的信 真正的信心 就好像雅各所说的 信心没有行为 是死的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保罗又提出了 这一个的 啊 反嚇性 要留意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是行为 却是果子 用来印证 我们所信的 是 真的信心 所以呢 我想在这里呢 保罗要我们 做成得救的功夫 有几方面 第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学习 基督的谦卑跟顺服 也就是说 我们 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 基督是我生命的主 你有什么证明 我们必须要把基督的谦卑跟顺服活出来 假如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彼此相争 分门借党 保罗其实在告诉我们 你们所信的福音 跟你的行为是不想称的 也就是说你的信是有问题的 你的信心是虚假的 在雅各来讲 你的信心是死的 所以呢 保罗在这里提醒菲利比的教会 要学习 把基督的谦卑 把基督的顺服活出来 第二个的行为 行事为了什么呢 要存敬畏上帝的心 顺服真理 所以在这边 保罗说 就当恐惧战经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什么叫恐惧战经呢 也就是说我们要惧怕我们的神 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 你知道今天基督徒在生活的里面乱来 为什么乱来 因为他根本不怕神 甚至呢 讲白一点 他们根本不信有神 所以呢 他们才会对神 完全的不在乎 他们行事为人 随随便便 所以呢 保罗在这边提醒 菲利比的教会的信徒 你们教会里面 分门接党 彼此 为仇 其实呢 你们根本不怕 你们所信的这位上帝 所以保罗说 你们要存敬畏上帝的心 顺服真理 这样 弟兄姐妹 才会彼此的相爱 第三 保罗要他们立志 行事 顺着圣灵来做事情 所以在第四三节说 因为你们立志 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 我要成就他的美意 所以保罗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要 这一些菲利比教会的信徒 他们顺着圣灵 活出 行为 也就是说呢 分门接党 不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乃是 彼此的合一 彼此的相爱 然后第四呢 保罗要菲利比的教会 做成得救的功夫 是什么呢 在 凡事上 不发 怨言 所以在第十四节所说的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为什么呢 因为发怨言的时候 就很容易 带来了 人际关系的紧张 而且呢 容易产生 分门接党 因为你对这个人不满 你对他有埋怨 有人支持你 这个人就成为你的党员 有人不支持你 支持对方 那个就成为他的党员 这个就产生了 分门接党 所以呢 花园圆 跟起争论 其实是很密切的 很密切的关系的 所以跟姐妹 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 做服事的 我们是在服事我们的主 主耶稣基督 也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在服事主的时候 我们不要对弟兄姐妹 发怨言 我记得 有一次 有一个年长的姐妹 她在 在教会的厨房里面 做服事 预备这些的茶点 有一次 我去到教会的时候 我远远我就听到 这个姐妹举巴 在念一些东西 后来呢 我走走近的时候 我才知道 原来厨房有一些东西 有些人用了 没有收拾 哇 她内心里面很有情绪 所以她就一直念 一直念 一直念 连楼上的 楼上的弟兄姐妹 都听到 都曾经 都在经过的时候 听到她 在念这些东西 后来我就走过去 跟这一个年长的姐妹说 姐妹 我们要侍奉神 我们要喜乐 感恩的服事 大约 我们不要一边侍奉 一边埋怨 再念其他的人 所以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跟传道反应 传道可以了解过后 怎样处理 所以这姐妹 真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 侍奉的时候 我们不要发怨源 因为发怨源 会产生人际关系的紧张 甚至产生争论 也产生了分门 解答 所以保罗提醒 菲律比的教会 要做成得救的功夫 就是个完整的救恩 什么叫完整的救恩 心里相信 生命上有行为 活出来 这个叫完整的救恩 OK 做成得救的功夫 其实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然后保罗接下来呢 在第15节到第18节里面 就提到 当我们如此学习 耶稣基督的谦卑 我们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的时候呢 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保罗说 第一个 无可止灾 无可止灾 其实就是指行为完全 当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合而为一 在主耶稣基督圣灵的引导下 合而为一的时候 保罗说 我们这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行为完全 无可止灾 哇 弟兄姐妹 哇 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原来我们彼此的同心和意 彼此的相爱 是可以成为行为的完全 第二 保罗称它为 诚实无为 诚实无为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把内心的那个 那个生命活出来 是没有虚假的 意思就是 我们是一个理外一致的人 弟兄姐妹我们是 当我们顺着真理 来活出保罗的教导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一个无可止灾 而且诚实无为 里外一致 然后接下来保罗说 不单是这样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弯曲 被灾备备灾的世代的里面 tit了 hook 力并 clam 给灾备从中 这个灾备从中 的徒 摔现了 生命的道 使到神 得到 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 原来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同行合一 是那么的重要 当我们分门戒胆 彼此的攻击排斥的时候呢 其实呢 这个不是 这个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要我们做的 因为这个是不完全的行为 里外不一致 是冒牌的基督徒 而且呢是有瑕疵的 不能够为主做见证 最后保罗说 在基督的日子 得以欢喜快乐 得以喜乐 所以这边说什么呢 说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什么意思 在基督的日子 在基督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要喜乐 而且呢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意思什么 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想这个时候呢 主耶稣基督再来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因为 主在的日子非常靠近了 所以呢 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就是第二次来的时候呢 我们将会欢喜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神所救赎的 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 我们有把这个神掌管的生命活出来 因此呢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是奖赏 是完全的救赎 是要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去 所以这是一种内心的喜乐 一种的欢乐 所以呢 那天姐妹我想在教会里面同心和意 天姐妹彼此谦卑 彼此服事 彼此的 包容 彼此的接待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个景象 连 末日的时候 耶稣基督来到 我们都会因此而欢喜快乐 其实这日子 我们是蒙神拯救的一群 蒙神拯救的一群 所以我想 那天姐妹我们要做好自己来预备迎接主的再来 除了要严格的对付罪 就是上一次我跟你们谈的那个马可福音第九章 讲到那个的进入天国 进入神的国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一定要活出彼此相爱 在爱的里面和而为一的生活 而不是分门结党 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保罗就提出了他所牧养的这个腓立比的教会 当他们能够遵守这一些的教导的时候 对这个牧者来讲 对保罗来说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保罗说 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跑 也就是说保罗的成绩党 腓立比的教会 若是能够把保罗的这个教导 他们学习耶稣基督的这个心思意念和行为 降悲的行为 把在生活中活出来的时候 保罗说 这个就是我的成绩党 成为我的喜乐 这边有讲到也是喜乐 成为我的喜乐 然后呢 另外呢 保罗他把腓立比的教会 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行为 当作是奉献给上帝的基督 也就是说呢 保罗在腓立比的教会所付出的心力 所付出的教导 所付出的祷告 所付出的培训 当这个教会的信徒能够去遵守的时候 对保罗来讲 这个就是他可以奉献给上帝的礼物 这个就是他的成绩单的意思 然后呢 保罗甚至提到什么呢 我若被交电在其上 也是喜乐 也就是说呢 我就算是为你们 我为你们殉道 也就是说 我就算是这样子的服侍你们 教导你们 你们若是有交出这么好的成绩给我 我就算是死 我都喜乐 也就是说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也知道他为主殉道的日子很近了 因此保罗在告诉腓立比的信徒 当你们能够遵守这个爱里彼此赫而为意 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相爱的时候呢 保罗说 我就算是死 我也是充满了喜乐 我为主殉道 我都充满了欢欢喜喜 所以这样姐妹 你看 这个就是一个牧者的一个心 当一个孩子 能够懂事 能够长大 做爸爸妈妈的心里面是非常的安慰 就好像是爸爸妈妈的一个成绩单 所以爸爸妈妈有什么奖赏 其实是没有什么奖赏 孩子的表现 孩子的好行为 孩子的生命 就会成为父母亲的安慰 所以保罗在这里呢 就提出了 他作为腓立比教会的牧者的心 所以教会的第二姐妹们 我们要怎样让我们的牧者得到内心的安慰 我们要怎样让我们的长老 我们的执事 内心里面得到的安慰 这些的牧者 这些的长老 他们是全心全意围绕主的家 围绕主的教会 而牺牲 而付出 而服事的 所以我们都是要他们得到最大的安慰 其实呢 就是要把神的道 把神的话 把他们所教导的真理 圣经的真理 我们把它活出来 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安慰的 最大的喜乐 所以保罗说 你们也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与我一同喜乐 然后我也是喜乐的 所以我想 丁姐妹 我想这个 对教会劳苦 里面劳苦的牧者 还有我们的教会的领袖 我们要敬重他们 而且是额外的敬重他们 我们所 我们要怎样让他们能够得到安慰呢 就是我们要把神的道 活出来 他们内心里面 就会得到极大的安慰 更新的 所以丁姐妹 我想 最后呢 保罗怎样呢 在第十九节到三十节 不在我们今天的思考的经文 但是我也必须要做一个交代 这个就是下文 这个保罗呢 他写完了这些的话语过后呢 他就提了三个人 包括他自己 第一个 他要拆派提摩泰去探施 就是去拜访 探访和巡视 这个腓立比的教会 其实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 保罗的意思是说 我写信教导你们 我现在要派提摩泰去看看 你们有没有听我的话 有没有照圣经的教导 不再分门借党 让第二姐妹 疲异痴的相爱 所以啊 保罗要拆派提摩泰去探施 这个教会 有没有听从他的教导 第二呢 保罗也渴望 他自己去看看 这个教会 有没有听他的教导 假如有 他的内心里面 会得到极大的安慰 第三 保罗也要拆派 以巴伏提 去探施这个教会 其实这个教会 对保罗有很多的 支持在金钱上的支持 保罗只接受 腓立比教会 在金钱上支持保罗 所以保罗也是很爱这个教会 因此保罗 他除了拆派提摩泰 甚至自己想要去 甚至他拆派以巴 以巴佛提 去见这个教会的人 除了去看看 他们有没有遵守 这个教导之外呢 其实呢 要表达保罗对这个教会的关心 和爱护 所以我想这个呢 就显得保罗在这个里面的教导 在第二章的教导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看保罗 他要自己去 他想他要拆派提摩泰去 他要拆派以巴佛提去 就证明保罗非常的重视 这个 以 腓立比的教会的分门戒党的问题 分门戒党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分门戒党 是不能够进天国的 按照保罗刚才的教导 分门戒党 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要面对主耶稣的审判 所以保罗很重视他的教会 能不能够真正的得救 所以这样姐妹 对我们的教会来讲 我们也要严正的看待 假如教会里面有分门戒党 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有分门戒党 我们就要用保罗所做的这个小节 来成为我们今天的总结 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 学习基督的谦卑和顺服 不要紧紧抓住 那个的权力地位不放 甚至要追求超越另外的人 压下另外的人 控制这个教会 控制这个的群体 所以要学习 基督的谦卑跟顺服 要存真正恐惧战经的心 顺服上帝的真理 敬畏神 然后立志顺着圣灵来行事 不发怨言 不起争论 然后呢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成为祝福 使我们的行为成为完全 让我们的里外是一致 成为上帝没有瑕疵的儿女 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 成为神 忠心的见证人 把基督的道 彰显出来 以至于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我们得以欢喜快乐地迎接 主的再来 弟姐妹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阿爸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 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的罪信 我们人里面有骄傲 我们人的里面有 贪图敘伏的荣耀 我们人的内心的里面 又自私自利自我忠心 主啊 以至于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在人际关系上 我们在所处的 我们的生活的圈子的当中 我们常常有许多分门接党 以至于我们可能属某一个的党派 我们属某一个的人 我们属某一个的组织 我们属某一个的宗派 以至于我们基督徒们 彼此为敌 主啊 我们求神祢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准弱 我们得罪了祢 我们也得罪了祢 求主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所立下的榜样 来检视我们的生命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 他本有神的形象 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 紧抓不放 他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样式 成为了人 甚至因着顺服神的旨意 而死在十字架上 主啊 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知道靠着我们 我们做不到 但是圣灵竟然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当圣灵在我们内心里面运行的时候 你就让我们去体贴 顺服圣灵的作为 以至于将我们的生命 因此把神里的道 把神里的合意 把祢的真理活出来 主啊 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 彼此的相爱 让我们去体会那种的爱的彼此的激励 和彼此的安慰 和生命的展现 教我们预备好自己 以欢喜的心 来迎接主祢的再来 我们向祢祷告和交托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协议归心传道 愿神报答他在祖里的苦劳 也愿大家有所得着 现在我要报告一些事项 首先我要报告上周的奉献是100令吉 下周的侍奉人员 讲言是 终必心传道 正道经文是在 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十五节 主席和 敬拜领唱 是 李承文长老 诗情是 林华君姐妹 现在我们有 第一个事项 弟兄姐妹可将十一奉献汇款至 教会的银行来往户口 教会的户口在荧幕上 还有在收集 可以email去 这个荧幕上的网址 还有可以WhatsApp 传给我们教会的干事 凯乐弟兄 他的电话码在这个荧幕上 也可将十一奉献交至 教会的办公室 而会堂也在本年推动 读经运动 二月份我们将读完 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 菲利比书 和各罗西书 帮我们弟兄姐妹 能够跟着读经表 每天读一段经文 让我们爱主 从爱主的话语开始 第三个转会以下的弟兄姐妹 将于 今年的三月六日 转会加入 恩会堂 转会仪式将依据 行动管制令 最新状态而定 第一位是 何树林姐妹 第二位是 林傅昌弟兄 第三位是 戴丽莲姐妹 他们有几项事项来带导 我们 围着 相隔的亲人 还有 大家的 身体的状况 还有 这个行动管制令 再次的延长 我们同来带导 阿爸天父的保守 在 新春期间 让许多的 亲人 再次试念 相隔已久 长大一年 都无法团聚的 或是见面的 尤其是在 除夕夜 华人更重视 一家的团圆 但主所赐的平安 让相隔两地的 亲人知道 都蒙神 你的兼顾和保守 使他们 在各自的地方 都有 主 你的保守 之下 能够安心 在 放心的 让 这个 在外地的 亲人 都能够 保守 主 你所赐给 他们的平安 也当 现有的 这个网络科技 能把许多的 亲人连接 相隔的距离 也能够拉近 就像基督 使我们 以天赋 恢复美好的 关系 让我们更珍惜 彼此的关系 也因 主 你的复活 使我们更有 美好的 盼望 晓得主 所预备的 更好的 大团圆 也在 春节期间 我们所吃的食物 或者是 联冰 或再加上 天气炎热的 关系 所以近期 许多的人 的生病 或者是 身体的不适 也使我们 能够 更多的 喝水 或更多的 休息 让我们 有 预备 更好的状态 来 为主 做更多的事情 也在 最近 我国的 行动管制令 再次的延长 尤其是 楼佛州 实行MCO 因疫情 较为严重 因主的保守 使我们更加警惕 我们个人的卫生 遵守国家所 拟定的 这个SOB 使家人 或接触的人 都能够感受到 安全 我国也将 获得 这个疫苗 使疫情 能够被阻止 我们继续 把这些事情 都完全交托 主你来引领 我们也为 奉献来祷告 感谢主 我们晓得 不要耽顾 自己的事 也要顾及别人的事 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奉献在 关心我们身边的人 在教会的机构 使大家都能够 共享神的恩典 使我们不 为许多的事情 来忧利 因你是自保 以充充足足的 满足了我们 因天上 地下 人都是归你的 我们将如此祷告 奉靠主耶稣 圣明祈求 阿们 我们以最后一首诗歌 来回应神 我忙飘劳 然后也请黄伟人牧师 为我们祝祷 声光波浪水滚滚 暴雨祈祷我灵魂 虽然我风吹的声 我在座里的安稳 我忙谁 大流肉 都从晕音 这里 video 都是从淡 świ 我们月案 到底很2 谈是要谈 gad floating 可可挨开 走了 我即使是由你 都用上来 与些事不尽有尽 因为这比在天空 光风多空都击数 我仍在里不尽心 因为我跑在土里 我的梦已经跑了 由来光风蒙起来 我的村虽然很小 看起来我不失败 让我猫可可 我猫可可 我能跟到猫飘楼 如果一万只要狗 天脸不能眼看见 但能联系从心中 把风至终要平安 直到风平凉听词 我猫已经跑了 我猫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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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是 那 tokens 光月 bet 我猫可可 你为我 有一个 你为我 有一个 你是 你把眼睛抛牢 我把光风放起来 我把战虽然很小 他就问我不失败 你会把卡卡 我把卡卡 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耶和华赐福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惠给你 愿耶和华长脸垂顾你 赐你平安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平安末岛三会